我们来看一下崔天凯他提到了 他说中美不排除发生惊涛骇浪的事情 原因就在于美国现在把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的竞争对手 不遗余力的来集结这种全政府全社会的力量来对付中国 很多时候是没有底线的 那当然中国大陆也不会这样子平白无故就这样子等着你这样子来打呀 当然会有所因应嘛 那我们看看现在是不是很多美国主要的盟友都开始转向俄罗斯或是中国呢 因为他们觉得我不是你的诸侯国嘛 所以这是显示出来这是美国统治结束的开始 那他讲说这个美国正在边缘化 而中国大陆他在非洲的足迹不断在扩大 在沙国他也是各种问题上开始公开反对这个美国 所以金砖国家正在进行一个无声的革命 那我们看看在沙国这一边 美国好像都开始在进行一些抹黑吗 美国的这个商业内幕讲说 啊华为如何在沙国新未来成项目当中 落实隐私保护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又开始在黑这个华为 那沙国的媒体反倒就是就觉得说你美国够了吧 就是中国的技术资金跟服务对于沙国实现 这种宏伟的计划是弥足珍贵的 他是这样子反向美国的媒体说不要再进行抹黑了 而欧洲对于中国大陆现在开始这个分歧的看法越演越烈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没有必要跟着美国这样子的一个论调 觉得好像中俄都是什么邪恶轴心啊 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你看像是法国 德国 欧盟 都开始这个是否重启停滞不前的对华投资 开始存在非常大的分歧 有些人非常的反对 但是赞成的声音越来越多的现在冒出台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议员克莱尔 他也在讲说现在看起来这个新世界即将到来 而反倒是西方正在垂死挣扎吗 我们来看看 好 像很多金砖国 也都对于这个美国存疑 所以现在金砖国家的货币会不会动摇美国的主导地位呢 因为光是在2022年呢 金砖国家它总体实现了38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这主要人家讲说这个中国大陆占比最高 那这个金砖国家的货币联盟 它不是由共享领土边界的国家组成 因此呢它的成员都能够生产比任何现有货币联盟更广泛的一些商品 所以对于美国的地位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绕过了这个美国的制裁 美国它抵制与中国的双向贸易 而不是金砖国家 所以美国的孩子可以继续玩着中国制的玩具啊 先出口到越南之后 然后再去到美国 那你美国的制裁就是制裁的一股心酸的吗 连俄罗斯的这个亿万富翁都在讲啊 讲说这个他看美元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货币 大概只剩下5年啊 最后这个5年的光景啊 因为看起来现在这个金砖国家越来越去美元化 金砖三国今年就大买黄金嘛 那现在美国的经济数据疲弱的状况下 也使得这个金价被推升到2000美元之上 光是前两个月哦 这个买超黄金的国家 有三个就是金砖国家 中国大陆 俄罗斯跟印度哦 那金砖国主要需要这个贵重金属 来支撑自己本国的货币 来摆脱美元 作为这个全球外汇存底称霸的一个地位哦 那这个数据浮现 看起来这个美国经济可能衰退哦 所以也促使着这个FED停止升息 让美元转弱 那但是这种预期也因此推升了这个金价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美债哦 看这个殖利率也创下两周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 所以就主要就是现在这个经济前景 大家十分的不看好 那我们来另外看这个中美的太空战哦 中国大陆在2030年之前 现在这个这个大陆探月总工程师吴伟仁啊 提到说啊 接下来要沿见这个月球版的北斗导航系统哦 他说这个2030年之前 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头哦 因为现在这个月球版的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哦 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月球为中心的互联网了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月来在这个未来啦 不是月来 未来在月球上可以看电视 搞不好还可以看到大白话 这个我们制作单位都别这样放 就上月球啦 大白话上月球 然后看比赛或者是使用WiFi哦 都有可能 那中国也首次使用了这个火星探测 火星全球影像的发布图哦 那其中有22个这个地理上面的一个实体哦 是以中国人口数小于10万的这个历史文化民村民政加以命名的哦 所以这个将中国的标志哦 永久的刻印在火星大地 那当然就很像这个在外太空插旗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 那再来我们看 这个50亿的人民币 北京现在要扶持商业航天的专项基金哦 就是不光是官方在做 民间也要做 是不是要跟这个SpaceX来进行叫板呢 就是未来太空战呢 看起来会更加的热闹了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在未来可能10年要发大概1万2千颗低轨卫星 因为就是就是说6G时代的通讯 主要可能要靠低轨卫星 不再靠这个所谓的这个基地台 因为透过低轨卫星它的传输速度 事实上是比现在的传输速度 那高了非常的多 所以低轨卫星基本上就是美国的星链计划 它现在不断的在抢占这个 低轨卫星的这个所谓的空间 有科学家算过大概整个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可以容纳大概5万颗低轨卫星 所以现在马斯科的它的这个低轨卫星 是4万2千颗 所以几乎要把这个低轨卫星要占满了 所以中国大陆很快它也要进入这个市场 然后中国大陆目标是1万2千颗 那低轨卫星将来很可能就变成取代了 在像我们像5G这个基地台 台湾这个手机都靠各地的基地台 到6G以后就是低轨卫星在做这个传输 而且速度会比现在还快 所以这个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在投入这个市场的 不管在准备投入或者说将来有实力投入 有竞争力的 大概指向美中美国跟中国大陆 美国就是有马斯克的这个SpaceX这个公司来 中国大陆就是中国航天 那么现在也要结合中国的这个民间的 这个力量一起来发展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 现在不管是未来来讲 就是美中两国真是跑不掉了 那可是现在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迅速的下跌 这个刚刚那个欧洲议会的这个议员 其实他讲说西方的整个的下跌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美国代表的所谓的西方 在世界的秩序里面 他始终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他干涉别人的内政 就是说你自己国家用什么方式来治理 你管你自己就好了 那别的国家用什么方式治理 他常常要在说三道四 然后用这种借口呢 要做干涉别人家内政的 一种实际的作为 而他的实际干涉别人内政 基本上不是只是说说的 他会进去把你政府给你翻了 所以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被西方国家给翻掉了 那第二个大家觉得比较麻烦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美元 其实它一个国际的公共财 就是说大家已经都在习惯用美元 作为比如说外汇存底 还有就是说国际支付的工具 所以国际支付事实上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还有80%是用美元 所以就是创造出美元 大家对美元的需求很大 那很多东西不管是国际贸易 或重要商品 国际商品 还有甚至国际的借贷 拆借 也都是用美元在当作工具 那可是问题美元被美国掌握住了 尤其它的这个怎么讲呢 它的利率的调整 它每次一暴力升息以后 就造成持有美元的国家的本币 它的币值下降 可是它在外面所有的这些借款的话 都是用美元来支付 就造成它本币支付 它的所谓的用美元来支付 它的那个贷款 不管是利息还本金 那突然整个的价值往上跑 就造成这些国家财政负担 被美国收割韭菜 所以就变成这些美国人 这种不负责任的这种行动 造成大家就希望 怎么讲呢 有另外的力量来取代 赶快摆脱 赶快摆脱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自己造成的 尤其美国造成的 所以干涉别人内政 第二个怎么样 美元的霸权 收割别人韭菜 这两个是造成 我觉得现在世界各国 只要有办法的 都希望有另外一个秩序 来取代西方国家的秩序 有另外一个国际支付工具 国际储存工具 来取代美元 好 来 老师 崔天凯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驻美大使 经历过三位总统 从欧巴马 川普 特朗普 一直到拜登 一个这么有经验的一个驻美大使 对美国非常了解 对 他当然更了解自己的国家 中国 他很清楚知道 中国就是怀避其罪 就是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好了 然后越来越强大 美国就恨 那就很不理性的 一直打压中国大陆 那中国对于自己的主权 不管在南海 东海 中国不可能退让 也不会退让 美国是在太平洋的另外一端 美国只要不要跑到 这个太平洋的 我们这一端的话 那中美之间 严格上来讲 军事上就相安无事 可是偏偏美国就是喜欢在南海来造乱 在东海来造乱 美其名叫做航行自由 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来捣乱 那中国当然是 绝对不会退让的情形下 所以我觉得崔天凯已经放出一些警告 就是说一些灾难性的事情 可能会发生 其实这个就指的是 两个和大国的军事的冲突 已经不能排除 它不会发生了 那一旦发生的情形下 那当然就是危机 两国和大国 有没有可能这个螺旋的攀升 一下子整个战争就扩大起来 这绝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您在上一节的时候有谈到 美国现在在募兵 因为美国不是真兵制的国家 日本也不是真兵 他们都是募兵的国家 他们很困难 那主要的就是当你的国家 挑衅世界各国越多 而且挑衅是这些强国 你本身的军队的耗损就越大 死亡率就越高 想去当兵的人数就会减少 这是必然的道理 目前日本挑衅中国 挑衅到这个程度 那中日交战的几率升高了 而中国的解放军 是能打的一支军队 那当然想去当兵的 日本人就会少 美国也是一样 想当兵的美国人就会少 这都是一定发生的事 台湾也是一样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 崔临凯在放出一些警告 那问题是在于 如果还有脑袋的人 那他当然就会重新去思考 那问题就是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世界上太多人 他没有脑袋 他反正就是执意的一样蛮干 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 就是西方的社会 他们就是舍不得 他不能够再支配这个全世界 他一定要蛮干到底 我觉得这个蛮干 就会给自己 也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 还好欧洲 有一些脑袋清醒的国家 像法国等等 已经开始跟美国保持一个距离 如果这些情况越来越多的话 那美国要再主导欧洲 来去搞乱整个世界 那追随他的国家就会减少 好 田安居 美元霸权的兴衰 要看金庄五国的走向 因为金庄五国 由现在的趋势来看 来势汹汹 这个G7 美国主导的G7 七大工业先进国家 总共包含美国 加拿大 日本 包含德国 英国 意大利 德国 加起来人口八亿 但是金庄五国人口三十而已 所以金庄五国它有人口红利 每一个人多赚一块钱 就多赚了三十而已 人口红利 第二个 金庄五国它都是发展的国家 发展的国家成长的空间大 那七大工业先进国家 它已经到天花板了 它的进展的空间是非常的窄 那换句话说 这个金庄五国的这种来势汹汹 瑞不可大 我们要这样来看 第三个 金庄五国它的互补性强 竞争性不高 你看你包含人员 人员的话 巴西跟俄罗斯出口人员 然后这个原料 巴西跟还有粮食 巴西跟俄罗斯出口粮食 但是中国大陆是制造业强国 印度是科技业强国 你看它的互补性很强 大家各各各的 你要我的原料 我要你的科技 你有人口的廉价的劳工 大家互补性强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开发中的国家 又是一个互补性强 然后人口红利又占了优势 它的人口是32亿 七大工业先进国家 人口只有8亿 所以你看它的人口 是32亿 是8亿的4倍 所以我们整个来看 你看整个态势 所以金庄五国现在 包含现在目前的观察员 再加上要加入的 总共还有13个国家 如果要加入 或者金庄五国 还有它的扩展量 扩展的空间也有 整个来看的话 换句话 这些金庄五国未来的走向 它的经济发展的方向 会对美国的美元霸权 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 因为我们看 就是登陆月球 美国在1972年的12月19号 阿波罗太阳神 17号太空船登陆月球完毕 回来就没有 停止了 已经50年了 那现在要重返月球 中国大陆也要电月球 但是我们可以看了 这一次新建 Starship发射失败 有没有 它也是要 这个将来要到月球建设基地的 所以美国是先有 先登陆月球 再建立太空战 中国大陆是先建立 太空战 再登陆月球 两个走向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看了 中国大陆它有后发先这优势 它先建太空战 再去登陆月球 那这样的话会变成循序渐进 因为由近到远 由浅端的科技到尖端的科技 是这个样来走 那换句话说 两个的逻辑 节奏不一样 但是产生的结果会变成 步步为营的 会后来 它虽然刚开始走得慢 但是它有后发的优势就会产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将来到月球要去 不是光是人类登陆到月球 再重返月球 而是说如何在月球建立 这个太空基地 我们不管它是不是军事基地 先建太空基地 在目前来看的话 将来这两方面 美国没有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是说两个还在较进之中 绝对优势已经慢慢消失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好 美国现在经济问题 非常的大 现在从这个叶伦讲完话之后 苏利文也要在这个周四 来发表重要的一个经济演讲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们都觉得说 要跟中国大陆的经济上面 可能会采取一些相关的新的动作 会是制裁还是什么呢 不得而知 但是又想要跟中国接触 又想要制裁 打着一个混合战 那我们来看到 这个甘乃迪的侄子 他就批评说 现在美国的经济 问题很大 你看看 美国你为什么不去参考 看看中国做过的事情 你应该在国内来建设经济 同样花了8兆美元 美国是在到处轰炸桥梁 港口医院 可是中国大陆是花着8兆 在世界各国 在造桥 然后在做这些道路 港口跟医院 这是美国人讲的 这不是本节目说的 所以他说 已经在成为多数国家的贸易伙伴 这就是美国跟中国 现在在世界上面 定位上的一个差别 那你看看美国现在经济多差 食物银行的需求激增 这个为经济敲响了警钟 大概比起前一年增加了15% 有超过1100万个 美国家庭需要这样子使用食物银行 还有科技金融裁员之后 现在制造业恐怕也要 搭上这个裁员的后尘 连迪士尼都再度启动了裁员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美国很多企业 还是非常依赖中国大陆的一些市场 或是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 连Tesla都准备 要把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生产的 新型Model Y 卖到了这一个加拿大的市场 那也会便宜 大概1万加元 因为比较有竞争力 那现在看起来 Tesla在中国的营售181亿美元 大概是这个占了全球的这个整体的销量 上海这边占了全球的产量 大概是一半左右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不只是Tesla 连爱迪达为了要在这个中国大陆这边 打开这个中国消费者的心 还推出了爱国 这个爱国服装 上面还写上中国的字眼 看起来大家都是希望说 我既然要在这边做生意 我当然是要跟这个中国大陆 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 这其实本来就是做生意之道 那连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对于美国的一些玉米啊 大豆啊 这采购量下跌之后 马上使得这个小麦跟大豆的价格 通通都走低 这个跌到了八个月新低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刚刚对比爱迪达跟Tesla 宝马现在这个风暴还没有结束 现在大家还继续在追查 就说那两个女孩没有辞职吗 被大家发现 他们只是戴了口罩 还在这个展场上面 所以人家就这样拍了照片 这样子po出来 被大家还是认出来了 那大陆的网友在那边讲说 宝马应该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个干掉他的 不是几十万的奔驰 而是35块人民币的冰淇淋 那连央视都提了这个冰淇淋的事情 但他没有点名宝马 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什么都没讲 但是好像什么都说了 我们来听一下 就不论你名气再大 你没有好好服务客户 谁也不会盯着你一家买 这是不是就在暗奉宝马呢 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美国现在这个一个经济上 当然这个困境 像这个小萝卜干辣迪 他讲的也是蛮对的 美国现在应该要把这个 中国大陆过去做的事 在美国来效法做 把他的这个基建搞好 把他的一些励志澄清一下 美国现在有很多所谓这个叫 Red Tape 繁文乳结 他的正本没有效率的 说起来很腐败的 这个他需要好好来整顿 然后他的这个基建不好 美国现在说实话 这个交 他的不管的机场的效率不够高 还有很多这些围桥 还有他也缺乏像中国大陆 这样子的这个高铁的系统 然后他的整个的那个运输系统 都还是高耗能 他的能源没有转换 所以美国现在不是说 现在就出问题 他未来也看不到未来 对中国大陆你现在都 将来都靠什么 高速铁路 那很多这种电动车 将来的能源就很少 省下很多钱 那美国的能源 现在都还是传统能源 根本就没有再做 这种结构性的转化 所以美国现在这个经济 目前的问题 已经是过去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他因为在所谓的基础建设 还有基本的这种 现代化的能源转化过程 他都没有 他都只说不做 所以到现在他就完 整个失去竞争力 那现在都没有了 未来他更缺乏未来性 包括美国很 就现在叶伦来讲 应该是美国很知名的 经济学者 他现在做禅政部长 他也讲了一句话 他说经济要是 为什么 要为国家安全服务 说穿了就是 美国现在搞的 整个一个 现在的政府 两任政府 搞下来搞什么 经济为政治服务 经济为政治服务 就很简单了 我本来我半逃体的 这个设备产业 可以大卖到中国市场 因为中国市场 可是政治说不行 那请问一下 美国的厂商 你这些半逃体的设备 你卖不到中国大陆 全世界最大的需求 你不能卖 那你就赚不了钱了 对不对 那就让中国自己的设备 自己起来 不像你美国买 这只是一个半逃体设备 美国今天这个也不能卖 那个生意也不准做 去制裁别人 过去他制裁别人 别人受害 现在你去制裁中国大陆的话 最后他会发现 其实是美国自己的厂商受害 所以整体来说 美国就是一个 现在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用经济来服务政治以后 经济就每况愈下 起不来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变成 就是说 美国如果不改变心态的话 那么美国这个经济 要能够复苏很困难 我一看苏勒文要出来讲经济 我就完了 苏勒文是美国搞战略安全的 他懂什么经济 他就拿战略安全 最后要经济来服务战略安全 对 所以我看美国 苏勒文是不要发表演讲还好 越讲越糟糕 好 赖老师 耶伦他说 为了国家安全 这个牺牲经济也是可以的 所以国家安全摆在第一位 那叶伦是先铺路 苏勒文再来做演讲 苏勒文 我觉得美国 他们的政客 最近都太滥用这些词汇了 什么叫做更公平 什么叫做更持久 然后什么叫做全球的经济秩序 这个秩序不是你美国人定义的 那公平也不是你美国人来定义的 怎么说呢 公平不是在于 不是建立在你不准别的国家 卖商品给中国 你不准别的国家 卖商品给中国 但是你自己的国家的企业 可以拿到特许 把同样的商品卖给中国 这个不符合公平吧 这个也没办法持久走下去吧 所以荷兰也好 光科技 或者是三星的半导体 你不能卖 或者是台湾的半导体 你不能卖给中国 但英特尔可以卖 所以去年整个统计下来 美国英特尔 他卖给中国大陆的商品都没有减少 而台积电不可以卖 三星不能卖 然后荷兰的光科技不能卖 日本的不能卖 这个不是公平吧 但是苏联网可以把它讲成公平 我觉得他们都太滥用这些词了 有人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经济关系 那健康是你说了算 你这个禁止 那个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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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安理由 这个华为不行 这个小米不行 这个中心不行 全部都是你说不行 都是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这叫健康 所以我觉得 以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们的政客在这段时间 太滥用这些正面的好的词汇 用在修饰他们的丑陋的行为上 坦白说 这真的是不可以再这样做下去 再这样做下去 真的是很丢脸的事 还有一个我觉得 其实我个人的推断 中国大陆的消费者 对于外国的企业家 到他们的国家来卖商品 其实中国大陆消费者 他们的基本的态度应该是 不需要你来讨好我 但是你既然到我的国家 来卖商品 你要尊重我 你要对我有善 因为你要卖东西给我 你要对我有善 你要尊重我 你不需要来讨好我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做的 就是歧视我 你绝对不可以做的 就是让我感觉到不舒服 因为我不觉得 中国大陆消费者 有那么的玻璃心 他们也不会说 玻璃心掉满地 不会 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忍耐 任何人歧视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自信 那今天 Mini 他们确实就是做了 不对的事情 就应该诚心 诚意地认错 道歉 而且应该要修正 要弥补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 我觉得大陆应该要定一个 反歧视法 他们也应该要修定一个 反歧视法 任何外国人 任何外国企业 或是任何人在中国 对中国人有任何歧视行为的 都违反中国的国内法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而且事实上 在整个中国国内 有任何歧视行为 都违法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应该要定一个 反歧视法 江安局 美国当然知道经济的重要 他也要想要经济 继续保持繁荣 但是他有三个短板 没办法克服 预证乏力 第一个 美国的 这个单位的人力成本高 美国的人力工资 大概是中国大陆六倍 所以你产品出来的成本就是高 竞争力相对的弱 这是第一个短板 第二个短板就是说 美国的贸易赤字大 美国在2022年贸易赤字 1.18兆美元太多了 对中国大陆贸易逆差 3829亿 你看 美国变成消费量很大 但是问题他的生产少 他一直在消费 变成生产者少 死之者重 变成这个结构没办法调 所以在前任总统 川普的时候 对中国大陆 客家15%的关税 期望了20 但是没有办法 还是压不住 第三个短板就是说 美国制造业弱 到2022年 美国的制造在全球的比例 是17.4的百分比 中国大陆是29% 中国大陆不管大企业 中企业 小企业 这三个通通加起来 总共809类 它的制造业 在全世界市场29% 那赢中国大陆赢美国12个百分比 那这个一看就高下利剑 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收看新闻大白 好我是主持人展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国际事务专家 赖月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大使建文吉 展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蔡政府拼选举 邀防考察国造潜见 这是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 就是国造潜见的原型舰 已经开始在封壳了 大概7月会完成 9月会下水 在封壳之前 会邀请相关的人员来参访 那后天国防立委的机密考察 下周会监委进行机密考察 所以感觉上面 我们现在这个潜见 在海上也有一些新的动作开始 可是我们要应对的是 解放军已经进行到了 这个三航母时代 专家在说 这个福建舰最快在下半年就会进行海事 还有很多相关的这个军事消息 最近这个接二连三 非常的多都在这个陆续曝光当中 你看到福建舰的弹射战机 殲-15T这个垂尾图刷了这个飞杀的这个标志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这个图案 殲-15T的这个舰载战斗机 已经涂刷了这个海军灰的这个服役涂装 那看到这个飞杀的标志 也意味着这殲-15T已经批量服役了 那位在这个福建舰进行电磁弹射起飞 这个着舰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了 还有呢这个山东舰也是逼近台湾 国防部有公布出来这个山东舰的一些空拍照 距离台湾只有120里 那传出这个殲-15的舰载机 也在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东南角外 正在这个飞行 所以国防这个国军部队进驻到这个恒春半岛 都在警戒备战 那日本的防卫省也提到说 这个山东舰17天之内起降这个舰载机 610次 就是从本月的7号算到23号 所以非常的频率非常的频繁 那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甚至在讲说 现在这个山东舰位在俄伦比的东南120里 代表一个意义叫做对台独 看起来已经要打破这个台独的势力 往东边跑走的这样的一个企图 所以解放军已经完成了这所谓的 往中捉鳖的一个相关布局 那当然大家现在也在看这个日韩的态度 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 尹熙悦是要当拜登的马前卒吗 他现在要去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那当然台海也成为一个美韩对话的一个焦点 他讲到说这个台海是全球的一个议题 那当然中国大陆是很跳脚 就讲说你凭什么这样子说 可是白宫的讲法是说 他的立场是跟拜登一致的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到了跟日本的关系 倒是让韩国人非常的不能接受 因为他讲说不能拿百年之前的事情 要求日本下跪啊 那韩国的网友大骂 我们就去看到相关的一些 他们的社群网站的留言啊 他就说你规划去日本吧 你这个大韩民国的主要敌人 不就是你尹熙悦总统吗 怎么选出一个像你这样的卖国子 所以很多韩国人对于他现在 要和缓跟日本的关系 是完全不买单的 那我看到韩联社的一个报道 就说盖洛普最新的民调显示 尹熙悦的施政好评 只剩下31%了 差评高达了60% 那所以看起来这个尹熙悦在国内 他自己韩国的国内也不太讨好 再来看到这个美国跟日本 他们现在如果说真的要跟 中国大陆这样子硬碰硬的话 他们现在目前面临到的一些相关问题 美国他首次承认 他的高超音速的武器发展 是落后于中国大陆 在最近美国泄密的一个文件当中 就有提到说 大陆试射了一款高超音速的飞弹 那射程甚至还包含了关岛地区 这也显示出来现在美国 他美军的国防预算 维持着经费极高 那部分的军事科技发展 甚至落后了中国大陆 甚至在这个太平洋的冲突当中 有可能陷入到劣势 还有他们现在征兵也出现相关的问题 这是这个福斯新闻的新闻网他们的报道 他说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军事研究所 这个雷根研究所 他提到的2022年的11月 其实美国的民众 对于他们美军的信任度跟信心水准 已经从2018年的70% 降到只剩下48% 这这样的幅度也非常的大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这些民众 美国的民众认为军事已经过度的政治化了 是不是已经用这种政治的概念 在干涉或者是发起一些战争 这是大家对于他们自己 这个美军的一些疑虑的产生的由来 那我们看不光是美国 日本的自卫队同样也是 遭遇到史上最难征兵的状况 去年只有4300人加入 这比起预定招募的金额 大概只有一半 创下2009年统计以来的最糟记录 那昨天一个经典画面 就是大家追着这个林芳正问 就是国会的打询 讲到说是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结果呢 他必谈这个话题 他说有人这么说 日本政府判两岸透过对话 和平来解决问题的这个一贯立场 是不是也代表说这个日本 现在越来这个态度上面 越来越不像是之前那种 安倍的这种论调了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全世界的一个最新统计 全球的军费开支 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总共加起来是到了68兆元 那排名第一的当然还是美国 有8770亿美元 那他占比高达了四成左右 第二名是中国大陆 是921亿 大概占比是13% 那韩国跟日本 分别是第九名跟第十名 大概都是460亿左右 而我们台湾呢 是到了125亿 是排名第21亿 但是全世界为什么会有 这么高的这个军事预算呢 到底是谁那么希望战争发生呢 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这一次我们这个潜见国照 基本上我们外界得到的讯息 是比较少的 可是光这个得标的各国厂商 加起来 哇这个怎么讲呢 多如牛毛 感觉就是一个好像各国的科技 都把它放上来了 那么有美国的 有韩国的有什么 中间也出了很多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曾经把韩国的一批工程师 那么聘到台湾来 结果去年的时候 结果闹出来 韩国认为就是说 这一批被我们聘来 做这个潜见的工程 韩国工程师 有违反他前面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契约关系的 有泄密之嫌 结果这个韩国公司又 这些工程师呢 听说又离开了我们这个团队 那整个来讲的话 这个潜见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因为你看事实上 当时澳洲要做潜水艇 他当时要找合作的对象 是别人帮他找 他最早找日本 日本有这个春日级的这个潜见 这很有名 三菱帮他 三菱做 最主要潜水 潜水艇很重要 就是说他的声音要很小 你可以照 跟你所有声音很大的话 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你就很容易被人家探知 对 所以你可以照 可是有些技术 你不是说你想 你想一步就可以做成的 那所以当时的澳洲 就跟日本谈了很久 后来日本没有拿接这个担子 所以澳洲才把那个12艘的和 就是说传统柴油动力的潜舰 潜水艇 他给谁 他给了这个法国 法国一共是900亿美金 澳洲没有自己造 澳洲的技术会比台湾差吗 他还是让这些国家造 那韩国也造过这个潜水艇 他跟日本合作 他跟德国合作 他的做法是什么 他第一艘 他人家帮他设计好 第一艘是在德国造 所有的韩国的工程师 跟着到德国去 跟着德国的工程师 手把手的造了一套舰 第二艘回到韩国来造 由韩国的工程师 去过德国的 回过来自己造 然后德国的工程师 在旁边看他们造 听说两艘造出来 结果都不好 所以这个潜舰 不是那么容易 韩国做也没有很成功 你看那个澳洲 最后还是请别人帮他造 当然这个中间有技术转移过程 当然我们是面临到这种重大武器 如果我们要造的话 要请别人造 我们在遭遇到外交上的困难比较多 可是你如果硬要造的话 你像我们目前这个造法 自己来造的话 那么就有点像是土法炼钢 就是土法炼钢 然后这个电器系统 西班牙 那个什么系统 是什么意大利 又什么系统 人家很多 我看到很多话说 你这么多国家系统 联合国了 你这整合了起来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 不同的设计的思维 更有趣的就是说 这个潜水艇 我们要造的时候 我们一下开始用了非常多的经费 先做什么 先做船务 那船务后来本来在基隆说 台船的船务 后来又搞到高雄 光一个船务就几十亿 接近快百亿就没有了 然后我听了很多 比如说画图的一个公司 那么刚开始画一张图 这些东图就十几亿就没有了 然后又很多船务 都是什么绿油油 或者是绿色高官的亲朋在里面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潜水艇 我觉得真的是条件不具备 硬是要去做 那我问过有些懂这些潜艇 我说没有问题 可以造 出来它是在什么水准的潜艇 比较重要 我们现在是2030年了 你如果造一个1990年水准的潜艇 请问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的整个 你的攻击力有多强 你能够潜多少 然后你的这个 你的引擎跟你那个尾舵 能够静音静音到什么效果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这个潜水艇的话 进去的话 说实话它是攻击性武器 如果说你的这个 潜的不够深 速度不够快 然后你的静音效果又不好 那你做出来的话 跟别的比较先进的这些武器来对抗的话 你没有什么没有胜算 那为了做一艘潜艇而做 有什么意义呢 好 赖老师 潜艇基本上来讲 我们就会涉及到反潜的作战的问题 一般来讲 如果我在巴黎大学国防研究院 我们所学的理论没有发生错误的话 基本上潜艇跟潜艇作战是最常发生的 那当然现在可以用空中的反潜的作战 或是海水面舰队的反潜的能力 但是一般来说 水底下的潜艇的作战是最常出现的 那如果以数量来说 大陆到2030年估计会有90艘潜艇 我们台湾才几艘 所以我觉得参英文不要把我们的潜艇过度吹嘘了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的潜艇的水深 能够升到350米以下 还是350米以下都升不下去 还有它的声音 噪音 还有作战系统等等 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它的水下无人潜艇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也就是说台湾又花了这么多的钱下去 我们当时我就一直全力反对 我说不能够这样花这个钱 造这个潜艇 因为这个跟我们所学的理论是完全背道而驰 我们不知道当初是哪一些天才主张 所以一定要自己制造潜艇 因为基本上来讲 尤其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艇 在水底下待的时间都不长 一般就一个多月多一点 你就要浮上水面来了 而且你的潜艇基地也就是那几个 潜艇基地就是那几个 你在水下待一个多月就要浮上来 你怎么可能不被找到 因为你要补给的 你要上来的时候要去增加动力 那你一浮上来要增加动力 再推要开始充电的时候 就是最容易被找到的时候 台湾的整个海域有多大有多宽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初这些潜艇兵到底脑袋里面 有没有想清楚 有没有给这个蔡英文一个正确的建议 还是说都只想说这个几千亿 这油水很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要想清楚 另外我觉得福建舰马上就要开始进行细薄了 那要开始进行细薄 等于是它的整个细装 西装都已经几乎都完成了 也就是它的作战系统 电站系统 动力系统 所有武器都已经载台都上去了 都上去了 它要整船要开始做测试了 整船要做测试 一旦测试成功了以后 就准备要交件了 现在我们比较注意到的就是它的舰载机 那舰载机里面这个歼15D 歼15C这个置不在画像 问题就在于目前传说可能会有三款 对于未来我想这个延庭在这边 他们更了解的 一个就是空中预警 有人说空中预警可能600会上舰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到底是歼35 也就是舰载的这个轻型的还是歼22 因为央视出来的画面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单发动机 那它的形状看起来是歼35 可另外一个版本是涂白的 和它的外形有压抑 就是它在脖子这个地方有压抑 然后是双发动机 看起来比较像歼20 如果歼20能够上航母 那这不得了 因为美国的F-22都上不了 都用F-35来作为舰载机 这个不得了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隐形的无人机 隐形无人机 过去有人说会不会是无针7或是无针8 然后有人说会不会是作战 这个攻击11 可是它形状看起来又很像彩虹7或彩虹8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这几款隐形的重型的无人机跟舰载机 我觉得这个都是会让它的 这个福建号的作战力是大为延伸了 好 将军 我们的潜舰国 潜舰属于战略武器 但是我们的潜舰国 绿区黄区红区装备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潜舰 是没有办法发射潜舍的对舰飞弹 我们只能打鱼雷 鱼雷就要近的距离打 所以我们变成我们要看我们的威胁 既然威胁是解放军 那我们只有只能打鱼雷 没有办法潜舍攻船飞弹 那这样的话 你的毛就短了 因为中共的冻39 还是冻39A系列的 不管是明级 元级 宋级 这些它都有 它不然是可以打潜舍鱼雷 因为它有六个潜舍 这个鱼雷发射管 但是它不要忘了 它还打潜舍攻船飞弹 它变成英级82 给我跨上去 它就好像这样会打得远 它在潜水 它在潜在下面的时候 飞弹就出水 一出水就去打那个船 让你这个 我们讲这个 猝不及防 因为它从水下飞弹上来了 你在船上发射 这个攻船飞弹 攻舰飞弹很清楚 你那个船在那边 随时注意到你不会发射 但潜舰在水下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个潜舰 要开始要下水了 要开始 这个 移装 然后到最后面 到四航 到最后训练 到最后成军战略 我认为可能都会过失 而且现在也只有能够 打这个鱼雷出去 没有办法发射 这个攻船飞弹 那这个这样子的话 换句话你只有半套 我们看看可不可以超越 你很多事情 要超前部署 超前设计 因为不能以现在战场 或过去的战场为场景 要以未来战场为场景 就不一样了 那你的威胁怎么样 不要到时候被人挨打 做出来 发了很多的钱 投注了很多的物理资源 跟人力资源 下去之后 但是你只能 有半套 我只能发射鱼雷 我不能发射 攻船飞弹 那就是麻烦 另外我讲到的就是 中共的福建舰 福建舰它是电子弹射 电子弹射它有特色 它这个殲15 殲15它一定要改装 第一个它弓形拐背 因为坦射出去 那个弓形拐背 鼻轮的弓形拐背 一定要强化 第二个 主起落架一定要强化 因为为什么 坦射出去的那个结构会 一定要非常的强 是这样的 第二个 它的相位阵列雷达也改了 相位阵列雷达它看得更远 因为将来的话 接战区域可能更远 相位阵列雷达 它把那个 我们讲空速管 空速管不要了 现在都是 我们叫公角指示器 一个感测器就可以了 不用再动静压管 不用了 这已经慢慢 已经被取代了 所以它将来的这种 科技化 还有它流线型 最重要的 增加了它的放飞率 因为最快 紧急放飞了 一分钟就一架出去了 最快的 我们比如说 山东舰跟辽林舰 最快的 最快最快 也要三分钟到五分钟 才能够放飞一架 为什么 因为速度会比较慢 因为它属于 它要做前诊 在弹射起飞 但是电池弹射 一分钟就一架就出去了 所以它接战率就很快 那换句话说 我们要面对中共这个快节奏 这个空防这么压缩的状况下 怎么要去应对 这个要去思考的 第三个 载弹量大 因为它电子弹射的时候 没有滑跳了 滑跳载弹量小 现在就变成 这个电子弹量再载弹量大 载弹量大的火力跟武力就强了 那我们怎么要去面对 它将来的这个 千十五梯 或者将来的 刚才赖教授所讲的 将来千三十五 那它这样子 对我们台湾东部 尤其东部 我们知道山东建 它都在东部 现在要在巴斯海峡 在我们俄兰比的外海 120海里 它将来对我们台湾东部的威胁 会越来越大 那我们怎么调整 这作战结构来硬敌 我们要超前部署 要从这方面来思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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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